來,我們先看一篇新聞 李倩龍自爆搭航航遭地勤白眼 超扯行進 有強烈的被歧視感 聊天室,你們搭飛機有被翻過白眼的 幫我加個1,謝謝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這個呢,大家都知道這個國泰航空事件嘛 這件事情是剛發生的 但是我們李小姐呢 她所說的這件事情是在去年的12月 也就是12345 就是5個月之後呢 她才拿出來講,因為她深感其境 她在25號在臉書就說了 當面被地勤翻白眼的經歷呢 去年她搭12月豪華經濟艙 從台北飛洛杉磯 小孩在那邊讀書嘛 所以她辦了這個需要年費的聯名卡 在這邊順便等一下要教大家一下 這個聯名卡其實是怎樣的 大家看字要看清楚 除了能快速累積這個里程數 還能使用貴賓室 整料第一次 非商務艙沒用到福利 第二次 非豪華機機艙劈到鐵板 反正她表示呢 地勤先生沒有眼光直視他們啊 彷彿他們是次等乘客啊 無須被理會啊 距離登機門只有40分鐘的時候 該定型就跟她講說 隔壁的航廈 因為基本上貴賓室呢 就是我們有被一行二行嘛 那一行有貴賓室 因為二行有貴賓室 她就說這個你可以去一行的使用 然後要來回差不多20分鐘 所以她就忍不住了 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 要 克蘇 美比她是很溫柔的 請告訴我的名字 我要 克蘇 然後地勤聽到克蘇兩個字 當場齁這個翻的白眼 然後改口說 我來看看裡面還有什麼位子啊 我不知道白眼是怎樣 可能是這樣吧 這樣算嗎 還是我這樣拼高潮 她就直接炸鍋了 之後督導就出現了 就說要帶他們去這個 呃 休息區吃冰淇淋啊 冰淇淋 就覺得說自己又不是來占便宜的 幹嘛這樣被冷落 啊最誇張的在後面喔 她進去貴賓室吃下來的時候 就聽到地勤小姐大喊說 她硬闖貴賓室 所以她就覺得說 天啊怎麼會這樣說 我們超級丟臉的 你怎麼會直接在旁邊大喊呢 所以當下呢 李小姐就找地勤人員對指 然後他們不承認啊 所以她就覺得說要調監視器啊 反正對最後就是督導出來安撫嘛 並說這次貴賓卡沒有扣信用卡 但是呢李小姐就說 我又不是來白吃白喝的 我其實就想正常的使用這個貴賓卡而已嘛 她的這個IG啊 講的差不多啦 那我們就來進入我的正題啦好不好 我們就不管她說什麼了啦 我們自己來講一下 據我所知啦 我睡覺有時候都會做夢 欸就會說到一些訊息 但是我也不知道這個訊息的可靠度啦 但我覺得是很可靠啦 因為沒有人不相信媽祖的吧 懶人包就是他們 李小姐跟她的先生想要使用這個信用卡 進入華航貴賓室啦 但是華航的地勤像 李小姐解釋說 因為呢商務艙跟卡克 預報人數已滿 所以第二行下的貴賓室不能容納 建議她可以走十分鐘的路 到第一行下 華航貴賓室 其實齁 我們這個一行二行是算有一點距離啦 然後她就說 啊我都四十分鐘登機了 你叫我走到一行是怎樣 我們要釐清的第一點是 她的信用卡是在 預報未滿時才能使用 廉價或是高峰的時候 貴賓室有可能暫停收信用卡 用戶進入 欸怎麼這樣 我辦得這麼貴 為什麼不給我進入 大家可能都會這樣想啦 那獨島沒有扣哈卡 可能是因為以和為貴的心態啊 就要解決事情啊 就覺得是賠償嘛 那獨島有這個能力嘛 我只能跟你們講 那一個獨島 他是一個年紀比較大 然後可能有一點白髮 然後脾氣很好 在華航任職的期間呢 從未看到他有不良的這個態度 或是什麼東西的 去年聖誕節很多人要出國嘛 在晚上 基本上有七個航班在第二行下 每個航班的商務艙都非常擁擠 那當時呢 華航地勤通知李小姐可以使用第一行下 他們沒有提早到機場 就是很快又要回到第二行下了齁 那當晚第二行下 貴賓室主要只接收商務艙華航 跟天和會員的精英卡客 也就是說啦 華航不只收自家的精卡貴賓 頭等艙商務艙旅客 其他家他們也是代理 像我這次阿聯酋他們也是代理 我也是去華航的商務艙的貴賓室 我自己沒有選擇去而已 啊反正跟朋友在一起比較重要啊 去貴賓室幹嘛啊 所以呢據我所知啊 當天的值班人員是非常溫和的 啊沒有看過他們對旅客發脾氣之類的 但這個只是我夢到嘛對不對 畢竟可能要掉監路才知道嘛 那第二行下貴賓室暫停收信用卡客戶時 通常會提前通知 啊例如說呢 在晚上11點的航班 預報人數很多 大約在8點左右就會 擺一個牌子出來 然後停止接收信用卡客戶 這不是當場拒絕喔 是建議 啊我們現在這邊停止收到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去使用第一行下的貴賓室 啊總之商務艙跟華航卡客的邀請是優先 信用卡只是一種輔助啦 我再講一次高峰時段暫停抽信用卡客戶 然後如果呢有人問說 欸那不好意思可以使用貴賓室嗎 人數可能到達三四十個 就太多了 其實他們也會把它轉到其他家航空的貴賓室 因為台灣的機場又不是只有華航的貴賓室可能有使用 重點是有這麼多航班出發 那頭等艙、商務艙、金卡你算一算有多少個 華航的貴賓室其實也沒有到這麼的大 那怎麼辦 不來的人我就給別人用啊不行啊 那我突然想來 這又怎麼辦 所以他說為什麼李小姐會看到裡面覺得空空的 空空的是因為那些客人有決定權他要不要進去這個地方使用 即使他不進去使用也應該留位子給他們 因為這是他們的權益 那可能這件事情他可能就沒有那麼了解啦 你不能說你拿一張卡就要怎樣啊 因為畢竟我是Full Fair的客人啊 所以呢在這邊李小姐所提到的信用卡是中國信託華航聯名卡 但不是最高階的卡 最高階的卡一年要付兩萬的年費 那持有者呢可以享用華航金卡的匯集喔 辦理登機的時候就可以獲得一張邀請函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齁 所以這邊寫得非常清楚 我覺得他可能只是不知道或是不清楚 就是沒有這麼了解 這樣有明白嗎 你們辦信用卡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你們不是辦最高等的話 他可能下面會有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是不知道的 就是讓大家更明白一下這個信用卡使用的方式啊 我不是當事人嘛 沒有理由去批評什麼東西 我只是講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而已 那大家自己去想 所以啦我認為啦服務業啦 像是地勤人員空服人員啦 都是非常照顧我們的人啦 餐廳的也是嘛 反正服務人員我覺得都是照顧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要心存感謝他們照顧我們 因為他們不是用人 沒有欠你 因為我覺得台灣這個觀念可能沒有到這麼的好 導致於台灣的服務業 都是比較卑微或是阿諭奉承 各位應該要堅定專業 那大家覺得專業就是 喔態度很好啊很卑微啊 那我覺得不是 專業的意思就是 你要懂得自己公司的規章 自己公司的產品 對他們了如執掌 不是阿諭奉承 除此之外 加強自己溝通的技巧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看了這支影片之後呢 有比較了解信用卡的等級或使用方式 以及地勤人員分配這個貴賓室的方式 啊不知道你們是怎樣看待這個事件的 所以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啊 喜歡我們影片 一樣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要出國的朋友 OK 按讚 按讚 請訂閱 訂閱